你们两个人说到两个现在夫妻之间非常非常频率出现高的两个词 分房睡 丧偶式婚姻 我们先来说丧偶式婚姻 出现丧偶式婚姻基本最后的结局就是一直会持续下去 持续到老 如果你不改变的话 一个躲 一个吵 一个不接招 一个要不然砸房间 你的底线就是说说而已 没有任何的实质行动 所以你今天提出丧偶式婚姻 十年之后仍然是这个情况 你信吗 第二个问题 分房睡 尤其是就是刚刚有了孩子之后 很多妻子会主动提出说咱们分开睡吧 对 为了不影响你第二天的工作 心疼丈夫让丈夫到另外一个房间去睡 还有一种就是说怕吵到孩子 大多数有了孩子之后的两年之内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但分房睡分开的是同床共枕的这个形式 分开的不是相濡以沫的心 而且分房睡如果有了这个情况之后 夫妻要做一个打算就是什么时候结束这样的情况 不是以后的模式就一直持续下去了 你不往回拽他 不往回叫他 他是永远不愿意回到身边的 因为分开之后他晚上跟谁发信息你知道吗 关起门来跟谁打电话跟谁填言蜜语你知道吗 所以要有一种能力就是经营好婚姻的能力 经营好婚姻要想办法 想方法 当这个爱情的新鲜感消失之后 就剩责任和担当了 男人最不会珍惜的就是永远不会离开他的人 轻易得到手的女人 然后就是对他无底线 无要求 特别好的人 他当然不会珍惜你了 你离一个连口红印都不在乎的女人 所以要么你改变这样的情况 要么你就忍下去不再抱怨 接受和面对现在这样的现实 好吧 谢谢